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生活百分百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身为绿卡的持有者 甚至呢 您只是拿着B1B2签证来美国陪这个孩子 住个一年时间 您都有可能成为美国的税务居民 那绿卡持有者是不用讲了 那如果是您持别的签证 比如说来做防御学者等等 那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超过一定的期限之后呢 您就会成为美国的税务居民 您在海外的资产 比如说你原来从中国大陆来 或者是你从香港 台湾过来 您在老家的这些房子 票子 股票等等这些东西 您是需要向美国政府申报的 如果不申报呢 实际上是要有大麻烦的 那美国政府有一个策略 或者说有一个法律 有个法规 它叫做OVDP 说白了呢 就是自愿自首 主动自首的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大概在今年的9月份 大概是28号 可能就要期满了 那期满之前 有些人还是有最后的机会的 那这个事情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们本期节目有请硅谷知名的会计师林一女士 做客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交流一下 林一女士 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林一 然后刚刚主持人讲的没有错 就是说呢 就算你不是绿卡 或者说不是美国公民 那你成为税务居民之后呢 是有向美国国税局 美国政府申报这个海外资产 就是海外的金融资产 甚至就是说您的这个全球所得呢 都有可能要进入到美国的这个纳税系统之中 但是呢 如果您之前啊 就是说有意也好 无意也罢 就是说不晓得这个美国的这个税务制度是如此 那想要有一个补救的机会的话 那这个美国的国税局呢 在2009年的时候 就开了一个所谓的OVDP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海外资产这个申报的自首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的好处呢 就是说大家知道 其实美国虽然就是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但是呢 它在就是说啊 就是如果您有这个逃漏税的倾向 或者说有这种行为的话 在美国不但你有可能会面临到这个民事方面的责任 甚至严重的话呢 其实也有刑事起诉的可能 有这样的案例吗 就是欠了税 结果还要坐牢 有的 有的 我们就是说您可以去查一些网路上一些 确实是 而且有的人开玩笑说这个其实这个美国国税局啊 就是治这个黑手党的这个法宝之一 因为有些人他在搜集不到这个犯罪市政的状况下 他凭他的这个逃漏税也可以将他这个送到监牢里面去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杀人放火 你很难去抓到他的证据 但是呢 他收钱 收黑钱 他总是要有一些单据往来的 这个反而更容易去查到 是吧 对 是的 所以呢 OVDP的话就是 它是专门就是说让人如果你有心要自首的话 又很怕你会有相关的刑事责任的话 就国税局让你参加这个所谓的OVDP的这个坦诚申报的计划 但是呢 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呢 国税局就做了一个宣告 就说这个OVDP的计划呢 已经行之有年了 然后这个纳税人呢 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 并且需要的已经参加了这个计划 所以呢 他们宣告说在这个今年的9月28号的时候呢 他们要结束这个计划 结束之后怎么办呢 结束之后如果 如果结束了之后呢 你还没有自首呢 对对对 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还是可以Google这个OVDP 然后这个会link到国税局的网站 那国税局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 头头也在上面讲了 就是说呢 查契这个海外的这个追税 那个是美国国税局的首要之物 所以呢 追击海外查 这个海外之物 现在是首要之物啊 是首要之物 它的top priority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想一下就是说 到底是去追查一个中西部的这个工薪阶层 来的能够拿得到更多的税款 或者是这个对于这个新的移民可以拿到更多的税款 他们知道看来移民肥 对 我想这个答案是不言可遇的 所以就是国税局相当重视这个海外资产的这个追查 那这个事情有些人就觉得很冤了 是 我原来我的钱又不是在美国挣的 对 我只不过来这旅游一趟 然后比如说三年加起来不小心超过183天 我就要 你就要国税局就要拿我的收入 对 这里面您能不能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真是这样 它这样执行的话呢 大概会有哪些资产是必须得去申报的 需要申报的资产的话 主要来讲是属于这个海外金融资产 然后海外金融资产当中呢 是包含着这个现金 有价证券 股票 跟这个人寿保险金以简约值来计算 如果最高点超过1万块美金的话 就是该年度需要申报这个海外金融资产 好 谢谢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